4月6日,鳳凰衛視記者現身白宮記者會 一再要求特朗普承諾是否與中共合作 4月7日,中共駐美大使崔天海在《紐約時報》上發文 說中美應該引領、共享、聯手、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特朗普立即反擊,斷言世衛組織幫中共隱瞞疫情,停止提供資金 4月12日,遼寧號航母穿越第一島鏈 明知美軍羅斯福號航母染疫後撤離關島 中共趁機下令遼寧號航母出動,直接挑釁美軍 美軍迅速出動B-1B轟炸機 中共高層明顯誤判了美軍的實力,馬上說不衝突,不對抗 但中共仍然不顧疫情,持續派出軍機騷擾台海 引發周邊國家不安 5月2日,中印邊界突然爆發衝突 中共企圖仿照毛澤東時代,利用一場中印局部戰爭轉移矛盾 中共黨媒還大肆罵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 報復他督穿中共隱瞞疫情 包括力主追債的澳洲政府 中共的四面出擊很快就有了結果 5月19日,世衛組織的194個成員國 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無意通過決議 要求對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疫情上的反應進行獨立評估 包括調查世衛本身在這場疫情中的作用 歐美國國也紛紛表態 疫情表明了全球供應鏈在中國的風險 各國政府和商界合力轉移供應鏈 中國大陸經濟遭疫情重創之後 很快又面臨各國經濟衰退導致的頂單減少 接著失去供應鏈 中國大陸失業劇增 眾多企業難以為是 習近平妄圖以疫謀霸,最終遭到反誓 5月28日,趙急的李克強口吐實情 6億中國人月收入1000元 他隨後還提出地攤經濟,卻被叫停 5月28日,因疫情被迫推遲的中共人大會議閉幕 中共執意推出了《港版國安法》 5月29日,特朗普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香港很快失去了窗口作用,國際地位大降 特朗普還多次談到美中脫鉤的選項 白宮也提出了新的《美國對華戰略》 特朗普內閣成員發表系列演講 《美中脫鉤迅速展開》 美國政府對中共企業、中共黨員展開一系列制裁 中共內外危機加劇 6月初,北京爆發疫情 中共高層離經被疫,紛紛消失 不斷受到外界質疑後才偶爾回京,量上闢謠 《港版國安法》引發香港人的不斷抗爭 中共強力鎮壓,導致西方各國紛紛譴責 中共公開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的承諾 直接挑戰西方價值觀,加劇國際孤立 6月29日,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說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形勢環境變化之快,穩定任務之重 矛盾風險挑戰之多 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 2020年,習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成了大危局 從6月下旬開始,直到8月份 幾乎半個中國浸在水裡 但是中共高層一個個繼續消失 沒有人去水災演場視察 只是要求各級官員深入一線 中共各地疫情持續 救災物資嚴重不足 救災措施不力 軍隊沒有命令也不准出動 最後不得以洩洪 又人為製造了更大的災難 中共應急管理部說 洪路災害造成6,346萬人次受災 6,032.6千公頃農作物受災 其中絕收1,140.8千公頃 倒塌房屋5.4萬間 中共應急管理部還說 各地緊急轉移安置群眾 400.6萬人 90%以上都是頭親靠有的 還有不足10%的人 是由政府集中安置 嚴重的水災 也造成糧食大幅減產 8月初,中共高層卻聚集北大學 為保權力、保命而陷入激烈鬥爭 根本不過問災區的老百姓 北大河會議後 8月18日 習近平終於赴安徽考察調言 根本沒有去誰災一線 中共黨媒仍然重複他的話 偉大復興 絕不是輕輕鬆鬆 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 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 他還忙於展示軍決 捏著貪官的命門 在內鬥中逼各級官員就犯 李克強同時去了重慶水災現場 還耕著泥水、剝粟米 與習近平對比鮮明 最終抗爭勝利宣傳不完美 隨後在9月9日 習近平召開了疫情表彰會 不顧各地疫情燃燒 繼續人為控制疫情 不斷肯定自己的功績 面對內外交困 李克強一再要求過緊日子 不斷透露大學生和民眾就業難的困境 中共正在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 習近平自知面上無光 為了繼續掌權 甚至不斷連任 他被迫提出所謂的內循環 實際上是不得已勒緊褲頭帶 閉關鎖國 以維繫中共政權和習近平個人的權威 企業倒閉、失業加劇、消費降級之下 中共各級官員根本不知如何內循環 習近平也只能要求各地進行探索 除了口號,他也拿不出指導性的意見 但卻要主渣經濟工作 在經濟工作中講政治 大肆向民企割韭菜 正是為中國福祉著想的策略 應盡快修復與各國的關係 學會遵守國際規則 按市場經濟法則行事 但中共政權顯然做不到 這就等於失去了權力 中共試圖從歐洲、東亞、東南亞等地尋求突破口 甚至期望組成反美聯盟 但與歐洲領導人通話時 習近平卻說不要人權教師爺 王毅出訪各國 戰狼式外交再次一敗塗地 美印日澳四國聯盟對抗中共 歐洲各國也釋出印太策略 10月下旬,中共的19屆五中全會上 習近平再次強壓質疑的聲浪 以高調的口號過關 實際速手無策 內循環眼看著無望之下 中共再次挺而走險 習近平心感權威岌岌可危 但不想對美國和西方放軟 更不願意承認自己的一連串失誤 中共又一次實施了對美國的圖謀 以為先板倒美國就能操控世界 8月26日,中共發射東風導彈 10月份,中共兩次紀念朝鮮戰爭抗美援朝 特朗普不幸染疫 習近平的問候卻遲到了30小時 同時,中共大規模參與了美國大選舞弊的操作 千方百計拉特朗普下台 中共對美國大選賭博也再次四面出擊 展開戰狼外交 想不到特朗普政府連續反擊 大手筆制裁跌出 中共不得再次後退 只能壓補美國總統換人 中共滲透和操縱美國大選的舉動 無異於對美國宣戰 目前,中共連租制裁還只是開始 後續效應很持續到2021年 中共高層在2020年的大分招 令中共政權急轉直下 未來的一年,中共高層應該也難有智慧 估計還會持續類似的做法加速中共跨台 中華民族或能盡快重獲新生 今次的《紳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